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呢还是在一个大的东北季风的一个范围 然后呢今天的水汽其实还是不多的 所以呢各地的降雨几率其实都不高 只有东北部地区的宜兰它的降雨几率呢 它的云量稍微多一点点 其实也不会下雨 大概降雨几率也只有10%到20% 所以呢离开了宜兰花莲 到了整个西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都不超过10% 所以今天呢渴望和昨天一样 是一个很稳定的天气状况 水气并不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的部分 如果稳定虽然是东北风 但是呢温度呢 基本上在北部地区算是舒适 而在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它可能就会是从偏凉 然后到中午前后呢 甚至于是偏热 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 估计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可能还要再持续一个礼拜以上 那北部地区多云到晴 今天白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22到28度 南部地区22到30度晴时多云 东部地区多云 那么这个最温度的部分 是20到27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6度 你可以看到 除了南部地区中午前后30度 其实是真的蛮热的 那么其他地区呢 大概都是偏凉 一直到舒适的温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台南 花莲21度 高雄跟澎湖24度 宜兰19度 台东22度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那么财报呢 爆出了一些利多 然后包括了福特汽车 还有有这个景气金丝雀之称的 开拓重工 那么他们所释放出来的消息呢 都偏向于利多 所以呢 激励了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这里面呢 标普跟纳斯达克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好 道成工业指数呢 是上涨了239点 收盘指数是35730点 涨幅0.68% 纳斯达克上涨了212点 收盘指数是15448点 涨幅1.39% S&P指数上涨了44.74点 收盘指数是4596.42点 涨幅0.98% 费层半导体 则是上涨了78.54点 收盘指数是3438.83点 涨幅更是高达2.34% 这里面呢 五大科技天王呢 除了阿发贝小跌了 0.25%之外呢 那么包括了苹果脸书 亚马逊跟微软 都是上涨的 但是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涨跌互建 台积电的ADR上涨了1.99% 红海的ADR上涨了0.44% 热光的ADR大涨了4.33% 不过联电的ADR是下跌了2.49% 中华电信的ADR则小跌了0.03% 另外呢 我们看到油价的部分呢 虽然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 天然气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普丁呢 下令他的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 Gaspro呢 他要在未来的一段期间呢 快速的增加 这个对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要出现一致性有计划的增加 对于欧洲地区的天然气的供应 好 这个当然对于这个欧洲呢 缓解天然气荒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对于油价看起来呢 没有太大的影响 仍旧呢 是在平盘附近震荡 并没有造成了 这种延续性的 就是这种骨牌性的效应 影响油价的下跌 天然气价格是跌了 但是呢 油价的价格没有跌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15美元 那么涨幅0.18% 每桶的报价是82.81美元 而白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小跌了2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66美元 跌幅0.25% 好 这个是在油价的部分 那至于在这个其他的 这个原物料的部分 这价格黄豆期货 小跌了0.3% 那么黄金的期货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则是上涨了3.8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1802.60美元 涨幅0.21% 白银的期货 小跌了0.29% 铜的期货上涨了1.12% 白银的期货上涨了0.76% 那么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回 下跌了0.6个百分点 来到93.332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欧洲昨天呢 因为它的通膨预期上升 所以呢使得那么大预期 欧洲可能升息的速度 会比美国升息的速度 还要来得快 昨天欧洲的央行的讲话呢 希望淡化这个预期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淡化 所以呢 那么欧元对美元呢 升值了0.7个百分点 也就使得美元指数 下跌了0.6个百分点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股市 其实是跌多涨少的 那么英国金融事报 白银股价指数下跌了3点 跌幅0.05%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也小跌了9点 跌幅0.06% 不过法国呢 还有内部的因素呢 激励它的股市 上涨了50.70点 涨幅0.75%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经济基本面的部分呢 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呢 再下滑 下滑到28万1000人 不但比上个星期的 29万人来得少 同时呢 也比预期要来得少 所以就业市场 还在很稳定 持续的好转 那么另外呢 连续情领事业就金人数呢 也只有224万人 这也比预期要来得少 更比上周要来得少 那么另外呢 美国所公布的 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很明显的 第三季 我们当时就已经跟大家预测 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会下滑 不是不成长 而是呢 它的成长率会下滑 确实 那么美国所公布的 今年第三季的 经济成长率的出估值呢 它比第二季 就第三季跟第二季相比呢 是计增年率为2% 这个呢 当然比预期要来得低很多 而且这里面很明显地看到 投资跟消费 都出现了成长趋缓的情况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 那一般认为都还是因为 这个第三季呢 这整个的疫情呢 重新的恢复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拜登的这一个支出计划呢 他之前呢 除了有1.2兆的基础建设计划呢 还有3.5兆的家庭 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 现在呢 拜登呢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这是最新的消息啊 今天凌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呢 那么台北时间凌晨4点多的时候呢 正式的宣布 那么将这一个这个计划呢 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计划 从3.5兆 那么整个萎缩到 剩下一半只有1.75兆 比原先的数字呢 整个的腰斩 那这个1.75兆呢 能不能够让所有的民主党的议员都买单 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呢 这个呢 距离温和派 那主张说财政不可以如此无限扩张的 温和派的国会议员 曼清呢 的1.5兆很接近 但是呢 距离他们所谓的进步派 桑德斯参议员的3.5兆呢 差距太远了 所以呢 民主党内现在呢 进步派人士呢 高度反弹 所以这个计划能不能够通过 现在还有很大的问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各国的央行哦 那么在昨天呢 包括了欧洲 日本还有巴西 都举行了利率决策会议 我们刚刚提到 欧洲呢 其实昨天呢 维持现行的基准利率 没有任何的变动 而且呢 还是会持续的购债 只不过呢 他透露说呢 从现在开始 那么购债的规模 会逐步逐步的缩小 不会像年初的时候呢 每个月购债规模 这么样的大 那么但是呢 市场预期说 欧洲可能在明年就会升息 那么欧洲央行总裁 拉加德呢 不断的希望能够淡化 这种预期 不过我们看到在 货币市场上面呢 那么外汇市场呢 认为欧洲央行短期 升息的几率 还是相当的高 所以呢 导致了欧元升值美元贬值 另外日本呢 也预期呢 也维持现行的 所有的货币政策都不变 那么同时呢 他还下修了通膨预期 也下修了今年 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所以呢 日本会维持现在的宽松 更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大概是最确定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巴西 巴西的情况就是呢 通膨太严重了 所以呢巴西央行一口气 升息了6码 这已经是呢 巴西央行今年以来 第6度的升息 而且一口气升息6码 就是将基本利率呢 从6.25% 上调为7.75% 幅度相当的大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巴西的基准利率呢 还只有2%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 7.75% 6次升息 而且升了 5.75个百分点啊 那么同时他们还暗示 12月的时候 还要再升息 而且一升息 就会是6码 因为巴西内部的通膨问题 太严重了 货币贬值的速度太快了 但是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升息 也没办法遏止 巴西里尔的贬值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巴西虽然货币 采取大快速的紧缩 可是他的财政 还在持续的宽松 不断的撒币啊 那么违反了财政纪律 所以使得巴西的货币呢 不断的贬值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车用晶片荒 最坏的时刻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 福斯汽车 还有另外呢 一个这个汽车品牌的大厂 包括了有 拥有 菲亚特宝斯 克莱斯勒的这一个 Talentis呢 那么两家汽车公司 都认为最坏的时刻 可能已经过了 那么预计呢 明年呢 会逐渐的供货改善 但是呢 Nokia 5G设备的大厂呢 就告诉大家 现在整个缺货的冲击 仍旧存在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安联集团所做的调查 在亚太地区呢 那么这个 他调查了 总共有26个产业 那么536位的 企业负责人呢 那么这里面呢 5成1的企业领袖 对于未来是乐观的 好 大概刚好过一半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 这是在新能源车当中呢 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现在呢 电动车都是用充电的方式 充电的时间再快充 也需要大概花一个小时 20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现在呢 中国大陆开始要 这个尝试采取用 换电的方式 换电池 而不是充电 那换的是 充的薄薄的电池啊 那它的速度呢 就可以加速相当的多 估计呢 从汽车进入到 换车站 换电站 然后呢 到离开 大概只需要6分钟 跟现在的加油呢 其实速度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宣布 中国大陆呢 宣布要试行换电 由11个城市来试点 8个城市呢 试的是一般汽车 3个城市呢 试的是重卡 那这一种换电站 其实2013年 特斯拉就已经提出过 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 没有执行的重要原因 是因为 它必须要用 公家的这个政策力量 然后去统一规格 那现在如果说 真的最后呢 走向换电的话 那个规格 就变得很重要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煤炭价格 不断狂飙之后呢 那么中国大陆 这个出手干预呢 9天之内 那么它的动力煤 已经价格 跌了47% 好我们来看的是 在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都是下跌的 上阵中和指数 下跌了43点 刷盘指数 3518点 跌幅高达1.23% 真正层指下跌了 148点 跌幅也高达1.03%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下跌了73点 刷盘指数 25,555点 跌幅0.28%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湾呢 昨天呢 是开平震荡之后呢 最后呢 还是收小跌 这个台北股市呢 下跌了32.92点 刷盘指数 17,041点 跌幅0.19% 成交金额 3,144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小涨了0.15点 刷盘指数是 212.49点 涨幅0.07% 好那么 另外我们看到 英特尔呢 昨天呢 这个执行长 季辛格呢 他非常乐观的 告诉大家 他的金颜代工的产业呢 现在除了有高通 还有亚马逊 这些大客户之外呢 还有100多家的厂商 表达了下单的意愿 所以英特尔呢 积极的这个走向 金颜代工的 这一个业务 对于台积电 跟联电呢 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压力 这也使得台北股市呢 昨天的金颜双雄的表现 相对比较弱 这是主要的原因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看台北股市